有个坏老师天天上课给学生看电影 大半学期没有布置过作业 期末考试他的班级居然能考全校第一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今天莫为给大家带来一部美国喜剧《坏老师》 大漂亮是一个中学老师 但是他抽烟喝酒满嘴脏话 一点老师样子都没有 每天都想着早点和富二代男友结婚 离开学校这个鬼地方 这天大漂亮从学校离职 开着男友豪车回到家里 看到男友和他母亲严肃地坐在那里 原来大漂亮上个月花了男友1.6万美金 这让他母亲严重怀疑大漂亮是拜金女 这次考验大漂亮 没想到他连男友的生日都不知道 于是大漂亮妥妥地被甩了 三个月后大漂亮开着小破车再次回到学校 失去饭票的大漂亮完全无心教学 竟然直接在课堂上放弃了电影 下课后同学打闹他也完全不理 这天大漂亮在走廊看到一个带名表的老师 这让他一下子来了兴趣 一番打探下来 他发现这个老师是个刚分手的富二代 为了迷倒这个富二代 他打算去做个整形提升自己的魅力 可是9300美元的费用 他完全支付不及 于是他开始打电话借钱 可是半天下来一分钱也没弄到 没办法的他只好打起了学校废品的主意 家长会上他还发现可以从家长手里收补课费 这天在学校他从班长那里得知 学校要举办一个洗车活动 上一次活动中有人赚到了6000美元 这让大漂亮眼前一亮 活动当天他穿着火辣的衣服来到现场 这吸引了许多人来这里洗车 大漂亮也是赚了不少 这一切让他的死对头黄发妹老师看到了 他跑到正在上厕所的校长跟前告状 但一新大号的校长完全停不进去 离开的黄发妹只好换个角度对付大漂亮 他知道大漂亮想炮刚来的富二代老师 于是黄发妹抢先接近富二代 这把大漂亮气得不行 从同事那里他听说学校搞评比 期末考试哪个班的学生成绩能拿全校第一 可以得到5700美元的奖励 大漂亮一想 有钱把自己魅力提升起来 自己还怕耗不到富二代吗 第二天他给班上来了个测试 想要摸摸底 但天天看电影的学生们根本啥也不会 这把大漂亮可急死了 于是他把主意打到了考试题上 大漂亮打扮成律师 假借有人控告出题人 成功约到了试卷出题方 接着把对方灌罪来到办公室里 成功偷走了试卷的考题 紧接着一场针对考试的集训开始 一个月后 大漂亮的班级顺利得到第一 他也如愿拿到学校的奖励 可出门看到黄发妹和富二代 一起打算组织学生去旅游 这让大漂亮很不爽 于是他给黄发妹的苹果上下药 次日黄发妹就因为生病去不了了 学校只好安排大漂亮和富二代一起去 气愤的黄发妹趁大漂亮不在 调换了他的办公桌 在这里黄发妹看到了试题的答案 他立马找到出题人核查 并且还去校长面前告状 等大漂亮回来的时候 黄发妹当着众人 揭发了大漂亮的酬刑 见形势不对 大漂亮赶紧找到邻居 送了一堆照片给出题人 到了学校审问的时候 出题人表示 这完全是子虚乌有 而大漂亮也反击说 黄发妹滥用药物 在校方调查下 他们找到了原本是大漂亮办公桌里的药物 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下校方不得不调走黄发妹了 经历了这一切 大漂亮也开始反思自己 到底是要钱还是爱情 于是他拒绝了富二代老师的嗜好 开始尝试和追求自己很久的体育老师相处起来 看了这部片子 咱们应该知道干啥事都是要靠本事的 如果你没有提前搞到答案的本事 那就好好地上课吧 别一天天想着一步登天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